熊淡琳自从嫁给郭可颂后可谓是人生赢家,有个超疼爱自己的丈夫,又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,着实令人羡慕不已,而且还时常在网上分享女儿的近照,并还亲切的这女儿小脚丫的小猪蹄子。 不得不说熊淡琳在面对女儿时,母爱满满,琳心情都十分谢意了起来。 8月6日晚上,熊淡琳经纪人听在网上分享了一组照片,昨天是熊淡琳和郭可颂双胞胎女儿的白日宴,还邀请了许多亲朋好友来参加,十分窝心,在白日宴上,夫妇两个抱着双胞胎女儿,看向镜头的笑容幸福感满满, 尤其是熊淡琳浑身,散发着母亲的温柔,亮眼十足,女儿在她怀里过巧又安静,一双乌黑大眼和小巧的鼻子,像极了羊娃娃,非常招人喜爱,而郭可颂双手抱着女儿的模样貌似还不太熟练,女儿憋着小嘴只委屈的哭,这简直就是爸爸和妈妈抱的区别呀。 熊淡琳一袭红色长裙进现身材,搭配一头布朗转发,女人味十足,双手挽着郭可颂献笑的模样,温柔似水,那S身形可以看出,从生小孩,到现在才没几个月,就已恢复到原来的身材,辣妈饭十足。 郭可颂的一身黑膝中干练十足,双手交叠的放在一起,很有神示范,不得不说,夫妇俩站在一起,莫名的十分般配,熊淡琳一样配合拍照,连看现镜头的眼神里,都充满了温柔。 估计是晋升为人母后,整个人都充满母爱,连网友们的,直呼,熊淡琳果然是家对了人,又活跃小女人了,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呀。 熊淡琳和好友们的合照,只见她双手搂着身边人青蛮头抿着笑,连皮肤也比在场的人白皙又亮丽,高挑的身形更是出众,不愧是时尚浩妈。 在双胞胎女儿的百岁宴上,熊淡琳可谓是十分引人瞩目,将来两个小公主长大颜值肯定也不输给妈妈。